阿囉哈 這是一邊喵咪打戰爭時間來 那最近大家在那邊留言說任務裡面好像可以拿到一張白金券是不是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齁 來來來 有 6週年紀念任務活動期間中 世界篇第一張通過後即可領取喔 所以今天的話有白金券可以領 大家一定要領一下齁 那今天晚上9點的話呢 位由我們就是那個 哥吉拉之旅啦好不好 喵吉拉之旅要開始喔 因為目前來說的話呢 我們如果有一些新的手機遊戲啊 或是一些想要介紹的手機遊戲的話 通常都是在我們晚上9點的時候啦 所以有時候會跟我們哥吉拉之旅撞到 那如果沒有其他遊戲要玩的話呢 我們基本上都是會把哥吉拉之旅放在我們晚上9點喔 所以今天就跟哲平一起再繼續好不好 觀賞我們的哥吉拉之旅啦 接下來要大鬧哪一邊呢 我們就拭目以待一下 那今天的話呢 我們這邊 因為哲平之前有買一張白金券啦 所以我們這邊基本上是有兩張 那今天我們就先來抽個一張來試試手機好了 看一下六周年運氣到底是如何 來 白金券給他抽起來 目前白金券的話 裡面應該是有很多那個 就是角色了齁 那目前我們的藍眼睛系列的話 我們大概就差一隻那個佳爾吧 就是那個盾牌的那隻 右獸佳爾沒有而已好不好 那其他系列的話應該就差不多吧 就看一下能不能補動或是給我抽到佳爾吧 來 白金券 要抽起來 拜託了 好不好 六周年 試我一隻好角色 這不錯啦 這也不錯 這次也還行喔 然後最近很多觀眾朋友又開始問說 新手建議抽什麼呢 那新手這邊的話是滿建議抽兩個卡池的啦 其實如果你覺得很多貓貓很帥的話 你可以後期再來抽 然後建議大家罐頭就留著有超級必中的時候再抽 然後如果你平常手癢想要抽的話可以抽白金券喔 然後白金券的話 因為是可以從我們就是那個 藍珠珠啊 藍珠珠基本上五顆的話就可以換一張白金... 呃那個不是白金券啦 那個金券啦 黃金券好不好 平常五顆藍珠珠可以換一張黃金券 所以大家可以來抽一下我們黃金券 然後盡量罐頭就是留給超級必中的時候再來喔 好 這邊比較推薦的系列的話呢 算是我們的就是那個... 這個 超級希 有這個古代勇者系列超級靈魂勇者登場 因為這個系列的角色的話 每一個的生產成本都非常非常的低 就是他們第一階段的那個生產成本非常非常低 然後再加上他們的那個CD時間 就是我們在產角色的時候那個CD時間 他們都很快 所以代表你很... 一開始新手的時候就很能夠就是一直疊他們一直疊他們 所以可以讓他們就是一直被放出來一直被放出來 那通常對於就是我們那個穩定陣線來說的話 會比較好一點點這樣子喔 那裡面的話最推薦的大概就是我們的那個... 新手來說的話如果紅色疊得比較多的話 然後大家淘太郎吧 因為淘太郎它是可以暫停的 我記得我用它也打了很多隻很多的關卡 然後最棒的大概就是小地藏 就是我們那個淘太郎旁邊這一隻小地藏喔 小地藏的話它基本上打黑色疊人的很厲害 然後像新手來說的話呢 目前來說一開始就會遇到紅色疊人跟黑色疊人嘛 所以這兩隻的話算是還蠻不錯的 那後面的話基本上如果要坦度的話呢 就是我們的這個第一隻葡萄太郎喔 就是我們龍公獸 那葡萄太郎的話基本上哲平都是比較常用它的那個... 二階或是三階啦 比較少再用它的一階 因為二階二階三階的話它是很坦的一隻角色喔 那除了這三隻比較推薦以外 另外一隻我覺得應該就是... 猴蟹了好不好 猴蟹大戰貓 因為猴蟹的話它可以打不死敵人 我也是蠻常用的 這四隻的話是我目前用起來最推薦的喔 那大家還推薦哪幾隻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分享給大家知道喔 那另外一個系列的話就是它在下面這個東西 就是這個黑暗英雄系列 那為什麼黑暗英雄系列也非常推薦新手抽呢 因為黑暗英雄系列的話 他們第一階段跟第二階段打的屬性是不一樣的喔 所以等於你抽到這隻角色的話 等於有兩種的屬性可以去對戰 給大家看一下喔 像貓俠的話呢 它第一階段好像是可以飄... 打飄浮敵人嘛 然後它的那個... 第二階段的話就是可以打異星敵人 那目前它已經開放到第三階段了 它是可以打那個古代種的喔 所以等於是你擁有三隻不同的角色你知道嗎 因為一般來說貓戰的角色基本上就是 你就算升上去它也只是加強它的一些攻擊力而已 它不會加強就是它的其他的一些... 屬性的克制喔 像貓俠這邊有沒有 給予異星戰士和飄浮敵人超大的傷害 你看喔 是異星戰士跟飄浮喔 二階段變成異星戰士跟天使 所以你就多一隻能夠打天使 你只要把它切換狀態就好了 然後第三階段有沒有 異星戰士跟古代敵人超大的傷害 所以它是有三種 等於是有三隻角色你知道嗎 所以就... 就是為什麼會推薦黑暗英雄系列 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因為它們這個系列的話都是有那個就是... 各種的那個就是不一樣的那個... 不一樣的一些那個屬性這樣子喔 所以就還蠻推薦給大家的 那裡面最推薦的話大概準哥 準哥還是給他一點點那個... 準哥還是給他一點點尊重 他打鋼鐵敵人是真的還不錯 然後小丑這邊的話 他一階段是可以打一些就是... 奇攻的 比如說一些爆塔的一些攻擊 我覺得還算是OK 那貓俠是絕對是非常非常推薦的 因為他... 從漂浮敵人打到天使敵人 再打到我們就是那個古代傷害對不對 真的是很厲害 而且他又很帥喔 那西元寺這邊的話也還行啦 也還行好不好 但是我比較少用 我比較常用就是貓俠 然後小丑跟飛準 然後後面的話是比較常用這個殺技啦 殺技是比較... 因為我比較喜歡狙擊嘛 我自己個人是比較喜歡狙擊的角色 所以我看到狙擊砲我會... 情不自禁啦 就是這麼一回事囉 好 那這就是比較推薦大家... 新手來說要抽的兩個卡石 所以如果你有遇到這兩個卡石的超級必重的話呢 你就存好1500罐罐去抽他們就對了 抽到一隻都算賺啦好不好 抽到裡面的任何一隻都算是賺啦 除非... 除非真的很衰啦好不好 沒有問題啦 目前來說的話呢 我們最近就是有非常非常多的東西可以玩喔 因為六週年了嘛對不對 所以大家趕快來刷一下我們這個特別紀念 月間全明星喔 這邊的話 四一下哲平會再來把它刷一刷 然後就會有一些東西可以玩啦 其實我覺得每一次的週年啊 都是各位新手非常非常有機會入坑的一個時間 但是我當然還是希望你越早路坑越好 因為你越早路坑越好 先把一些東西打完的話 你就是不會那麼辛苦的喔 這樣的感覺喔 好 再來我們今天去打一下古代術 第二關卡是這個顯示輪迴的年輪喔 123456 六個問號我們來看一下喔 一樣的話我們就先帶一下那個... 古代種的這個隊伍吧 來試試看 看一下怎麼打出一個好成績 先把這個... 他的三階我記得好像是那個... 可以那個... 鎮魚攻擊古代種喔 好 就換他了 好 就用這套隊伍再來打打看看一下 能不能把這個顯示輪迴的年輪給他打破 來看一下齁 喔 真的是... 現在各種遊戲都讓我超期期待的耶 天哪 最近忍忍也是讓我世界無敵期待 然後貓戰也是讓我世界無敵期待 我真的是... 都跳隊好遊戲 有沒有 看哲平的頻道 哲平玩的遊戲就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玩的遊戲 不跟大家開玩笑是不是 我就跟你們說了對不對 哲平玩遊戲是真的覺得好玩 所以才介紹給大家 完全沒有騙你們 你知道嗎 真的是完全沒有騙你們喔 空間那種很無聊喔 基本上都不會拍 就是這麼一回事 那這關就是紅色的小蛇跟紅色的犀牛 我覺得這個小蛇好像也是有強化過的喔 然後後面又是我們烈波砲啦 所以...哇 這烈波砲真的很麻煩 目前來說只有出現兩隻的問號喔 就是我們的犀牛再加上我們的小蛇 但我覺得烈波砲也比那個河豚好啦 因為河豚基本上他直接打你 那個真的是很麻煩 你知道嗎 那真的是很麻煩 那邊稍微出一下喔 然後... 待會看一下能不能就是... 白無垢先出吧 白無垢先緩速一下他 後面不知道還會來什麼耶 我還是先不要出白無垢好了 我怕那個烈波直接把白無垢攻撞 我們先把那個盾牌疊起來 然後... 好好能夠撐住這邊就可以了 希望他不要一直往前進就ok了 可是他好像一直在往前進耶 我們真的抵擋不住啊 好啦 白無垢先來了 讓他走慢一點點 然後繼續疊 走慢一點點把盾牌疊上去之後應該會比較好一點點 他怎麼一直往前走啊 哭啊 太快往前走了吧 白無垢已經打不到他了啦 沒事沒事 但目前來說 下四隻... 四隻角色都還沒出來 我還蠻害怕的喔 害怕到我都咳嗽了 我們先疊多一點那個惡人組 讓惡人組來做一波攻 完了 他怎麼一直在滑步啊 他怎麼可以滑過來啊 很扯耶 這隻犀牛 他一直在滑步滑過來是怎樣 我白無垢已經打不到他了耶 他怎麼進來的 他到底怎麼進來的 我們是先出盾牌嗎 喔好險 死掉了死掉了 還行還行 我們先... 先提不動一下 我怕那個碰塔之後太恐怖 哇 裂坡裂坡 我們先這樣子 然後先慢慢來存點錢包 應該是ok的喔 看一下有沒有機會 拜託... 有有有 這個裂坡塔只要不要那麼的麻煩就ok了 我們再出一些盾牌出去 出一些盾牌出去 我真的很怕裂坡塔 哇 哇哇哇這關根本就是 紅色敵人大補靈 根本就沒有那個 根本就沒有古代種 夭壽了夭壽了好不好 這關看來就是要用那個 我們的一般性的那個 大傷害的啦 比如什麼咒絲或什麼不類的來看看 你看我們殺技完全沒辦法做事情 這關是紅色敵人加那個啦 加我們那個一般人 這個應該是... 應該是沒辦法 但還ok 但還ok 那今天主要來說就先讓大家看一下 就是我們這關卡的樣子 還有就是抽白金券給大家看 記得我們就是這次的任務裡面 有白金券可以領喔 那你們抽到哪些角色呢 你可以在下面留言跟著名分享一下 我們到時候再看一下就是 大家有哪一些非常好運 有沒有抽到藍眼鏡 你可以在下面留言跟著名分享一下 我們今天就... 硬拚看看好了 硬拚看看 如果我們二人組能夠把那個巡路給殺掉的話 應該還是有點小機會的 應該還是有點小機會 但是... 前方有點稍微有點困難 有點麻煩 沒關係我們現在... 一直盾牌一直奔放出 盾牌一羅框 然後二人組繼續... 繼續刷 拜託了 我們現在就是被禁在原地人 這關可能就真的要帶一些這個... 紅色敵人 然後遠攻啊都可以 然後進攻的話就盡量打一下那個巡路 然後... 像剛才那個貓俠阿 其實就非常非常好打巡路 但是我們真的是... 現在沒有什麼錢 我們只能先把那個... 先把那個... 就是犀牛給打死之類的 然後青蛙已經可以碰到我們塔囉 這邊... 欸有死一隻了死一隻了 貓俠GOGOGO 那貓俠這邊帶的是三階的 死了那個... 紅色犀牛掛掉了喔 那還是有點小機會的喔 如果他們現在就沒有再出一些其他鬼怪東西的話 應該是OK 但是那個... 青蛙有點麻煩 青蛙這邊... 然後巡路還沒死欸 太誇張了吧 巡路夭壽欸 喔 夭壽夭壽 你看巡路已經打很久了 但是還沒死三隻 所以如果巡路死掉的話 我們應該就會再好一點點了 但應該沒辦法了 GG好不好 那這關我們明天再來調配一下隊伍 應該是還行的感覺好不好 那如果大家如果已經打過的話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先分享一下你們的戰法 給一些需要幫助的觀眾朋友們知道囉 那記得今天主要跟大家介紹就是 我們任務這邊是可以領到一張白金券的喔 所以大家盡可能趕快來領一下 來抽一下 哲平今天抽到的是貓俠 也還行啦 也還行啦 那你們抽到什麼角色呢 就看一下下面跟哲平分享一下囉 那我們繼續玩到這邊啦 記得晚上9點有我們的哥吉拉之旅囉 我是其瓶 再見囉 大家掰掰啦